镜头转到东山 中山社区茶农近两年来 红茶技术转移 发展出品质优良的红茶 并且在学宝局辅导社区产业 火化的支持之下 今天办理了中山真红社区的 分级包装品件 希望可以建立品牌 为茶农来增加收益 东山中山社区 有100多公顷的种茶面积 以往价值低廉的下茶 经过农改厂的技术 移转辅导 近两年来制作红茶的技术 建区成熟 品质优良 今天并且在水宝局台北分局 辅导社区产业火化之下 办理中山茶真红茶的 分级包装品件活动 共有53点来参赛 今年我们是水宝局的辅导 我们成功辅导社区 来做红茶技术改进和精进 我们以往以前做春冬两季的办法酵茶 夏季的茶种比较少做 为了大家农民的经济收益 跟他们的茶叶的发展 所以说我们社区透过这次的活动 把我们社区的公主能够推广出去 社区期望藉由分级包装品件 已经进中山社区茶农红茶的制造技术 增加农民收益 并且让消费者能够安全安心的使用宜兰茶 打响中山社区的知名度 价格的话 我们这次的那个等级 我们分成三级 福祿寿三级 那我们福祉一旺的话 最高是1800块 那入级的是1400块 售级的是1000块 对于今年的红茶品质 评审也都赞予有加 表示较去年更好 令人欣喜 一旦新闻记者 十四名采访报导